因為地層下陷和海水倒灌 導致海水淹沒了陸地 村民無法在此居住 當人類離開之後 大自然就回收了土地 讓這裡成了鳥類和魚類的氣息力 這裡海洋與陸地的交界非常的模糊 隨著漲潮和退潮呈現了荒誕的景象 目前看到的畫面是2020年漲潮的樣子 而我在2022年大退潮的時候再次到訪 首先我抵達的是東石水中古厝 由於現在是甘潮的時候 所以人其實是可以直接走進來 不用越過水面的 我走到門口 發現這裡已經殘破不堪了 連屋頂都塌下來 這裡原本應該是大廳的位置 但現在地上都是龜裂的泥土 牆壁上的水渍 可以知道之前水淹的高度 大約是50公分高 而牆面也都附著著像是騰壺的東西 另一側可以看到掉下來的磚瓦 還有一些柱子 上面也都長滿了騰壺 很難想像這裡以前曾經有住過人 然而現在卻被水淹成這個樣子 你們可以看到 那個掉下來的兩柱上面 也都已經附滿了貝雷 當我拍攝到一半 發現遊覽車停在一旁 遊客們三三兩兩的俠來拍照 當廢墟成為大眾景點 也是挺奇妙的啦 而這裡在近幾年 在攝影師的拍攝宣傳之下 知名度也漸漸提高 連馬路旁邊的路牌都有水中果措的標示 這裡的泥土因為長期被水泡過 所以有些地方還是非常的濕軟 請不要穿著新鞋子來 因為很容易整隻腳都陷在土裡 第二站我來到的是消失的柏游路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路已經被海水淹過 而且有柵欄圍起來 上方原本還有紅綠燈 但現在已經被拆除了 這條路原本可以通往前面的房子 看來屋主是沒有辦法再返回老家了 這條路已經變成了鳥類的天堂 好多鴨子在水面上滑水 這個景象非常的有意境啊 接著我抵達了白水湖壽島 趁著這次退潮好好來探索這裡 聽說這片沙灘在日本時代是海水浴場 令我驚訝的是在日本時代就有海水浴場這種東西 在這裡放幾張日本時代的海水浴場照片給大家看看 而另一邊的白水湖在日本時代是曬岩場 大片的水浴中有白色的結晶岩 經過陽光的反射 閃閃發亮的結晶岩形成特別的景象 因此有白水湖的美名 但時過境遷 這裡已經成了荒廢的小村莊 可以看到一整排廢棄的電線桿與斑駁的道路 曾經這裡是居民返回住家的道路 如今已經變成荒涼一片的景象 這間房子更是誇張了 直接半截乘在沙裡 牆壁還斷了一半 沙灘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房子的殘骸碎片 一旁的鐵皮工廠只剩下支架及屋頂 原本是正在海岸第一線的防風林已經倒塌 樹木也抵擋不了海岸侵蝕的威力 走在這個沙灘上 像是世界末日的場景 但看到釣客悠閒的釣魚 遊客開心的拍照 突然覺得這個景象也是挺反差的啦 一旁的水泥車開了進來 工程人員忙著鋪路 看來這裡以後會發展成觀光景點 這裡的堤房還有一個海景第一排的馬桶 前面這個新桌子是怎麼回事 要開始賣唐朝栗仔還是地瓜球嗎 旁邊的房子看起來是打算賣點小吃 讓大家可以一邊上廁所一邊吃東西 還搭配著無敵海景也是挺享受的啦 我意外的發現這間海邊小屋 在退潮的期間這裡是可以步行走過去的 於是我把握這個難得的好機會 用空拍機飛過去看看 看來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好的這次不一樣的風景就說到這裡 有各種想法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掰 開始囉 好 我們到今天下課會 左近一點 我們也沒看到 回憑 我們在這次 讓大家看 而且 我們在最好的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這一邊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一邊 還有一頭 我們是